出南美这一路呢全部都是大下坡加上大路只能慢慢的行驶 有时候真的感觉自己太不容易了 下南美春的时候呢全是烂路 现在走的是三二三国道路还好一点 一路下来路特别窄又特别烂 一个人小心翼翼的在往远起车的山路上 慢慢的说呀说呀 但是眼睛却经历了很多美景 这也是事实 拍不下来的美景 有舍必有得吧 哈喽欢迎来到巧克力的房车慢生活 今天呢是巧克力独自旅行的第43天了 昨天呢是从南美拉夫族连续50多公里的大下坡 大雾又加上大坡 一路下来呢停在这里都已经8点了 所以昨天也没有拍摄 那现在呢我是继续往王室出发 大概要两天时间吧走了 280公里一共要开7个半小时 280公里如果跑高速的话需要几个小时 地图上显示是8个小时 但8个小时应该还到不了 还得开出多的时候再来 因为急往太多了 跑高速是不是就方便很多了 但是博大的风景它美呀 这边呢是开到了晚上7点 停下来做了个饺子 水饺 带大家看一下外面吧 甚至天还很亮 还有太阳 还要6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 所以吃完了可以再赶一个小时 那这一块地方其实扎营是挺好的 哇这回的天太漂亮了吧 这个太阳 很美这一块 晚上应该也不会很吵 估计晚上蚊虫会很多 看一下大山 大山啊大山 再跑一个小时吧吃完了 大山大山我爱你 你吓得我好惨呀 逛个门都能让我给自己扎萨了 手疼的麻木了 不计等一会 不想开车了 右手用不了了 只能用左手了 每天不发生点事故 不发生点故事 感觉我这一天就没活过 肺子要有点故事 这一天才算活得完整了 刚刚估计是我拉这个的时候 直接伸到这里面去了 现在是麻木的 就砍在这里面硬夹了 走吧现在吃完了 我们还是打算再开一个小时 这么美的风景不扎营真的可惜了 但是我确实还想再跑一会 走吧 现在我是来到了永德镇上 我需要把我的山口处理一下 然后去做一个核酸 带走地方扎营 好了 这边一月是不可以做 还要去寻找 可以做核酸的地方 你好师傅 你知道这边哪里可以做核酸吗 在这边时候可以人做 这个时候没人做 那明天早上可以在哪里做呢 在那边 你短个三五车可以的 大概有多远 我也是你短个 你短个三五车可以的 明天早上 永德县这里是321国道 看起来挺热闹的 夜晚还这么多人 大排档好多呀 到处是卖烧烤的 那据说做核酸呢 还要往前再走半个小时 那我还是去找扎营的地方 又是跑车的一天 10点多了才开始扎营 找了个核酸没有找到 明天早上起来再去做吧 到时候估计得找一货 这边是给加水弄这弄那的 房间很晚了 没内容没故事的一天 除了这个手指 反正每天不坑自己一下 感觉一天都没过 好了 这会儿冲个凉准备休息了 晚安了 明天估计都跑不到忙是吧